还记得电影《甜蜜蜜》中 黎明骑着自行车载着张曼玉 哼着甜蜜蜜的罪人画面吗 如今这个相似的场景 被中国合伙人剧组移植到了北京的大街上 只是曾经的黎明竟然变成了 留着一头飘逸长发的佟大尾 而后座上那个笑叶如花的张曼玉 却被戴着深度近视眼镜 表情梦乃的黄晓明取而代之 看这俩人独悠悠的神情 怎么就闻不到半点甜蜜的滋味 再看那七牛八歪的自行车 不知是同大为功力不够 还是后座那位黄曼玉轮位太重 一场梦幻的甜蜜蜜被硬生生演成了 福尔加和尚的欠夫 好在路程不长 貌合神离的二人组很快挪到了终点 后座的张曼玉在矜持了那么久之后 终于要忍不住一盏格好了 尽管俩人这场甜蜜蜜一点也不甜 但佟大为和黄晓明深谙京城所至 京时为开的真谛 一番磨合后 又准备为观众带来一出千夫的爱 人味道声简直 乍一听千夫佟大为的歌声 似乎得到了原唱《倚相杰》的真传 不过佟大为这车技似乎依旧没有长进 把坐在后座的妹妹黄晓明颠得可不轻 如此能吃苦的妹妹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 千夫佟大为甚是欣慰 兴起初竟然脱离了自行车 上远了高难度的骑车动作 千夫的爱总算圆满收官 佟大为黄晓明的故事可还没结束 只是场景转换到了美女如云的KTV包房 千夫佟大为化身歌神 一曲海阔天空唱得看客们血脉喷张 不过妹妹黄晓明似乎不大习惯 千夫佟大为的这一蜕变 想要上前夺去好友的酒杯 却被佟大为猛地推回了座位 无奈之下只能眼巴巴地注视着昔日的好友继续沉沦 雨过总会天晴 黄晓明 佟大为以及邓超三人 在经历创业的曲折后 终于功成名就 喜欢唱歌的三人 甚至在体育馆举办了一场演唱会 这可让邓超的极致唱功有了用武之地 不是飙高音 就是在舞台上狂奔 巨星范儿十足 不过这唱着唱着 黄晓明和佟大为二人组 种子觉得开始勾肩搭背 剩下一旁的邓超孤单自嗨 意识到冷落了身旁的邓超 黄晓明赶忙把他拉拢过来 一曲《朋友》过后 三人再一次合唱了《海阔天空》 不俗的唱功 引得台下的观众 纷纷跑到台前与偶像握手 看来这仨人不组个歌唱组合 真是太可惜了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지고irror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